这里是自说自话的掌柜 掌柜说北魏孝文帝传 今天咱们讲第三十回 谭耀武窟拓跋郡 我们汉人的历史啊 对拓跋郡也是给予很高评价的 一般都认为 北魏后来的繁荣 是建立在拓跋郡 西兵爱民的基础之上 很多人都认为 拓跋郡也是一个很汉化的皇帝 这件事其实真的很奇怪 拓跋郡被咱们喜欢 完全是因为他代表北魏和刘宋 签订了和平协议 可是拓跋郡这样做并不是因为爱好和平 而是因为此刻 显卑内部的矛盾已经大到无法控制了 一个是拓跋郡当皇帝 这一年好像才十三岁 再一个 那个时候的显卑人和汉人的矛盾空前激励 真的就是无暇顾忌 南朝宋 实际上史书当中的这个拓跋郡呢 你要是细看 他一开始是个很暴力的皇帝 好多事是从拓跋郡开始的 而且多半都不是好事 中国这个特务制度 就是从拓跋郡这开始 拓跋郡搞了一把帮人 去去去盯这些大臣的烧 开始在北魏实行特务制国 对对大臣进行高压的控制 同时呢 当周边暴乱不断的时候 拓跋郡是大开杀戒 在拓跋郡上台的最初几年里 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北魏可能是整个啊 北魏这个整个期间 拓跋郡 北魏的所有的拓跋郡的这个时期 可能是法律条文增加最多的时候 你别看这小孩岁数小 从小这拓跋郡就是个杀人魔头 都说他他信佛 我觉得一开始这拓跋郡信的佛呀 真的值得商量 不是他他信不信佛这件事 值得商量 而是他信的那个佛 跟你信的那个不一定一样 你想吧 一个13岁的小孩 他能懂多少慈悲啊 咱们就举一个例子 拓跋郡时期 是吧 北魏开始信佛 是吧 所以北魏在拓跋郡这会儿 开始禁酒 禁止饮酒 你看这个这个是好事 是吧 但是你知道北魏执行禁酒 是多么的残酷吗 多残酷你知道吗 酿酒 运输酒 销售酒的人 杀全家 拓跋郡就是这么信佛的 你想想 是吧 他心中装的那个慈悲啊 史书当中啊 对这一段 有一段记载 说拓跋郡一上台 为了稳定当时的政局 拓跋郡修改法律 增加了怎么样 增加了诸 十三 大辟 三十五 习 六十二 什么意思 就是增加了灭三族的罪 增加了十三种 大辟之罪 三十五种 流放的罪 增加了六十二种 这是拓跋郡的慈悲之心啊 但是这个拓跋郡的 一开始这么残暴 后来这个人可真的变成了一个很平和的人 拓跋郡死得早 二十六岁就死了 十三岁继位 二十六岁 他死的时候 北魏已经平静了 你说奇怪不 矛盾已经缓和了很多 多年的 以前 以前各位皇帝的时候 还那样沸腾的北魏 突然就安静了 在拓跋郡执政的最后几年里 甚至于拓跋郡还废除了他增加的那些科刑郡法 而且几乎就不杀人了 怎么发生的这个改变呢 一个人改变了拓跋郡 这个人 就是 谭药 咱们这几集都叫谭药五窟 就是这个谭药 一个僧人 在大同云岗石窟 我觉得在那的每个人都会给你讲一个故事 叫马食善人 马呀 能够认得善人 我给大家讲讲这个 我在当地听来的故事 在当地这故事有好多版本 拓跋郡在当了皇帝以后 有一天出门 你皇帝出门肯定是前呼后拥 闲杂人等也根本就没有可能靠到进前去 可是这一次出门啊 遇到一件怪事 拓跋郡这匹马呀 走着走着就不走了 而是跑到路边去 刁住了一个人的袖子 于是这匹马就把皇帝拓跋郡带到了这个人的面前 这个人 就是谭耀 这匹马 就是那匹能识善人的马 那个被叼住一脚的善人 就是谭耀 谭耀以前 是拓跋郡的老爸拓跋谎的人 拓跋谎没当上皇帝不就死了吗 就是这拓跋谎 把谭耀从梁州的武威请到了平城 但是谭耀运气不好 他来没多久就赶上太武帝灭佛 据说呢 拓跋谎是三次 不一定是这个史书当中说三次 其实三次的意思 不一定是三次 三次就是就是好多次的意思 三代表多 拓跋谎呢 于是就多次劝谭耀 去避一避 谭耀最后就走了 变成了一个流浪者 据说在流浪期间 这谭耀仍然坚持自己的僧人的身份 这件事据说对当年 对这个拓跋郡影响很大 我想跟大家说的是 宗教是吧 尤其是从西域这边来的宗教 我跟你说 从一开始他们就特别注意宣传 特别注意怎么传播 直到今天 你看西方都在宣传上走在中国的前面 在中国历史上 道教和佛教的辩论 这道教几乎没赢过 一边倒 这就是人佛教的能耐 就是你道教短腿 是吧 不单是古代呀 中国人现在 你看看美国 有多少中国人当上美国公司的CEO的 很少对吗 而印度人有多少 为什么 因为印度文化呀 倡导辩论 他们不一定在技术上比中国人好 但是肯定的一点是 他们比我们能说 这是一种文化上的根 是吧 又说远了 咱们回来接着说 拓跋郡 遇到谭耀和尚的时候 应该不到20岁 就很明显 谭耀和尚成功的影响了拓跋郡 在现在大同那 有一尊谭耀和尚的雕像 有看过的没有 有吧 我很想问问大家 你看了以后 你觉得这个藩僧 是中国人吗 我觉得不是 雕塑这尊雕像的人 也认为 他不是一个汉人 他是一个西域人 随后的北魏 在当拓跋郡遇到了谭耀以后 明显的就加快了佛教化的速度 虽然只用六年 是吧 但是这种变化让人惊讶 似乎啊 你看到的是 以前已经接近 就是说沸腾要爆炸的 那个高压锅 逐渐的平静 北魏的局势变成一种小火慢顿的模式 佛教在在理论上很东方 是吧 他是东方人特有的哲学 东方人对于佛教听完以后 会会发自内心的有一种认同 但是他佛教在形式上 可是更接近地中海的文明 倡导辩论 是吧 印度的思辩 而在传播上呢 佛教是很有自己一套的 先展示所谓的奇迹 这个技就是技能的技 给你表演一些 一些特殊的 他有一套特殊的表演的 然后呢 然后是制造奇迹 这个奇迹就真的是那个奇迹了 你看在印度 在西域 阿富汗也有是吧 佛教虽然说不主张大家拜佛的 但是 但是你看看那些大佛 一个比一个高大 你看看那些辉煌的寺院 真的让人看了以后 不得不对佛教啊 对佛教的伟大呀 心存敬仰 你想想这个马实善人 其实这样的奇怪的事情 就是所谓的奇迹 每个和尚都会一套的 在那个时候 你现在明白 谈要和尚 为什么要说服 拓跋骏修建云岗石窟了吧 这就是那个时代的奇迹工程 就是为了要所有人都惊叹 这是对佛教的一种传播 从个人的奇迹 到修建世界的奇迹 我那天说掌柜准备 准备三窟油 是吧 有朋友提醒我 说你应该四窟油 除了云岗 龙门 墨高窟 还有个麦基山石窟呢 确实啊 应该是四窟油 应该加上这个麦基山 麦基山的修建 早于云岗石窟 应该是谈要和尚 就是从麦基山那边过来的 是吧 麦基山应该在现在的天水附近 是吧 掌柜还没去过 所以这四个石窟 是佛教传入中国的一条道路 从西域到敦煌 这是墨高窟 墨高窟是五湖十六国时期 敦煌就开始修的 进而向东 进入西北 传达到天水 麦基山石窟 于是开始修建 再往后传播到中国的北方 北魏的拓跋郡 开始修建云岗石窟 最后才是龙门 这几个石窟的图片 我相信大家看过很多了 是吧 敦煌 龙门 云岗 其实这三个石窟 我都我都去过好多次了 是吧 云岗我大概去过去过三次了 龙门石窟肯定是三次了 如果这曾经是是是中国佛教的源头 我很想问问大家 你觉得北魏的佛教 是来自西域 还是如我们以前所认为的 来自南方呢 我觉得在敦煌的飞天 那不是一个我们汉族人的审美 但是以后 那是以后中国人的审美 它不是以前汉朝的审美 但是以后的中国人的审美 就是那样的 在云岗 你看那佛像高耸的鼻梁 是吧 那种 那种婀娜的女性美 其实 其实很希腊的 对吗 到了龙门 这一切就就都变成那种 那种厚重了 掌柜所说的 很想带大家去看看 其实也是向自己证明一下 我确实是对的 北魏不是一群简单的 没文化的贤卑人 他们是首先掌握了一种 可能更带有普遍性的文明 然后带着这种文明 融入了汉民族 我们人文化中的佛教 是吧 大多数 可能都是从北方传来的 而不是像我们想的 是我们从印度 自己取来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 谈要和尚 可能比玄奘更重要 但是我们正常的社会 就是这样 我问问大家 谁还记得你的启蒙老师 逢年过节 我们去看望的人 不都是那些 把我们推上学术顶峰的教授吗 这一次我不准备去看 很长的时间 是吧 因为我知道我要看的是什么 甚至于其实 我从现在就在 就在期盼着要看的那些东西 在麦基山 我希望我能看到的 麦基山上的佛祖 和我有不一样高耸的鼻梁 我希望再次在麦基山 看到云岗那样婀娜的身材 我希望看到那有西域风格的溜尖把 如果是那样 我觉得我的想法就被证明了 历史和旅游是不分家的 历史的两个维度 一个就是时间 另一个就是地点 那可不就是故事和旅游吗 历史书上都是说 北魏沸腾的局面从拓跋郡开始得到缓解 这一切都是因为拓跋郡停止了和南朝的战争 同时北魏从拓跋郡开始汉化 汉化了 你们北魏就踏实了 实际上我们知道拓跋郡的一生 分成了认识谈药以前和认识谈药以后 佛教深深的改变了这个国家 当年那样激烈的斗争 变成了众志成城 在云岗修建聚佛 变成了汉人在北方 现在辛勤的耕作 大家第一次团结起来 实现心中的奇迹 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 这是建立在一个共同的信仰的基础之上 这个共同的信仰让北魏忘记了民族的矛盾 原来这种伟大的信仰是超越民族的 北魏从此变得统一强大 很多人把这一切后来又归结为冯太后 冯太后在此后进行了改革 其实冯太后的改革是继续了拓跋郡的路线 并不是一种改变 你像现在这个社会这么欣欣向荣 何必改变呢 要改变的恰恰是以前那种动荡 北魏强盛这件事 我心里其实有个有个和和正统思想不太一样的想法 就是这个功劳啊 真的不是我们汉人的功劳 我们也别往自己脸上贴金 甚至于以后我们汉人其实是沾了人家北魏的光 是吧 我不知道这个这个于秋雨先生在大同是不是也有相同的感悟 他说的中国从此走向圣堂 于秋雨先生是个语言学家 是吧 你记住 他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他说的是中国从此走向圣堂 而没有说中国从此走入圣堂 真是不容易对吧 哎呀我们马上就要讲到孝文帝了 实际上这个唾拔郡就是孝文帝的爷爷 以后在北魏的历史上啊 连续出现了两个叫唾拔宏的皇帝 一个是宫字边的宏 一个是宝盖头的宏 是吧 以前也也听到有人把第一个唾拔宏叫成唾拔宫的 但是但是实际上这父子都应该叫唾拔宏 我们下一回就开始讲这唾拔宏父子 转那一集叫北魏有个封太后 哎呀我还我以前还保证过 十集就就开讲孝文帝这一回 你看看这都三十集了 咱们才讲到唾才讲到孝文帝的奶奶 还好 是不是啊 我我总算没把孝文帝讲到下一步去 我要是把孝文帝讲到下步去 我觉得 不是没下过 好了 下一回我们不见不散 欢迎大家加入掌柜的微信公众号 掌柜说历史的汉语拼音全拼 在公众号上咱们一起读书 掌柜正在陪大家一起读 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 好多事啊 你听听钱穆 怎么说 好多事啊 我